在前小节我们已经标出这球面三角形 接着呢我们就来标示这个角度 而且呢把这三个角度加起来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两个切线 切线呢我们上面就可以标点 就可以将这角度显示出来 让我们从先前的结果继续 首先先找到这个切线工具 悬弧选A点 悬弧选A点 这样子有两个切线 现在画直线我们要标角度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画角度工具 量测这两个线的这个角度 你使用这工具量测出来呢 不一定是这里面这个角 所以尝试今天尝试在这圆上 画两个点 先键CA等于这个Circle 这个A 好那半径呢先设成这个0.2 球上的圆呢 你下有一个垂直的方向 就是Line OA 好那出现这个圆 我们就可以用焦点工具取得焦点 Intercept NTR SECD CA 好那这个线呢叫做F 出现F那在斗点1 那圆圆跟线有两个焦点 我们先按一个1 这个点呢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得到第一个点 接下来再把这个F改成G 目前呢跑到这个点 所以把这1呢再改成2 好那第二个点就出现了 接下来又利用Angle 但这个角的标签呢现在有点小 如何让这标签变大 在标签文字里面呢 我们使用百分号V 就会变成这个数值 那如何让它变大呢 可以用Latec数学指令 前号HUGE 然后再前号 进入前号呢就是进入Latec数学模式 HUGE是一个放大的效果 我们再输入 现在这个角度的资讯就被标示出来 接着我们将D跟E 并且跟圆跟切线都藏起来 好那现在呢就完成第一个角 接下来这两个角也是类似的操作 就先做切线 然后呢我们再来画圆取焦点 CB等于这个Circle B0.2LineOB 那接下来要来标示角度 我们可以先取得焦点再来标示 今天尝试用一行指令 来完成这个角度的标示 Angle 然后焦点 Intercept 这边的话是那个CB 然后对着H 标个这个E 接着复制这个指令 好那这边H改成I 中心呢都是这个V 现在呢出现这个角 但这个方向呢错了 我们再改一下 2 这里不对 1 然后这边改成2 好那这个角呢就标示成功 那接下来第三个角 我们要刚才的公式复制贴上 这里呢改成这个CC H呢把它改到对应的切线 J A 好那这边一样 这是CC 好这边是这个K 好那中心点 对好那中心点改成这个C 好 这时候 好那这个角 那这时候就成功标注这个角 好 我们把这角呢再改一下名字 AV 好那这个呢是AC 好那还有原本的这个角 把它改成AA 接着呢再 好接着 接着再改变一下这个标签 好 前 双前进入数学模式 HUGE 百分号 百分号V 再输入 对这个点 好那对这个AC呢也是一样 HUGE 百分号V 再输入 现在就完成球面三角形的三内角 接着呢 我们再插入一段文字 好 输入这个Angle A加上这个Angle B加上Angle C 输入空格空式框 AA加AB加AC 好接着呢 我们将这字体呢再放大 对 现在就可以及时算出这球面三角形的三内角合 好接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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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着呢